如果你上油管看那些出名的出色的高福球教练 他们出了几百几千集的视频 并且还叫你订阅他们的频道 以免错过每天或者每个星期两三次的小提示 除了这么多集 未来还将有源源不断的提示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当然精益求精 这样你才可以成为顶尖的专业选手 然而有没有什么三言两语 简单的训练 就可以让业余高福球选手 享受高福球乐趣的方法了 据统计能够达到低于90干的球手 大约20% 统计是基于你自愿把分数上传 那些偶尔打打或者打不好 干数在120干以上的 基本上没有意愿去分享自己的数据 而这个群体非常庞大 也就是说如果统计所有参与这项运动的球友 那么能够达到90干以下的将远远低于20% 而在那些超过80%里面的绝大部分球友 如果有非常简单的方法能够让他们破百 那么将大大的提高他们对高福球的兴趣和乐趣 极大的繁荣这项运动 所以简化的高福球挥干将极大的提升高福球的普及率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发明的功夫熊帽高福球挥干法 动作非常独特 它的特点是方法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注意你的站姿和扇干的动作 这些相对于下肝更简单更容易做到 下肝只有0.4秒的时间 功夫熊帽把这点时间完全留给了惯性和地形引力 对那些有一定基础又苦苦挣扎在100干左右的选手 可以快速的减10到15干 然而当你使用功夫熊帽挥干法之后 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 因为只要你出去打球 每一个球友都会热情的过来帮助你 改正这些不标准的挥干姿势 高福球这项运动 不会因为你的动作标准而加分 但你能够轻松的肌肉甜点 那种声音才可以让你闪心悦目 我是Fren 谢谢收看 下次见